今天要说的是从电视剧看一个男生不喜欢女生的表现 小时候看电视的时候没注意这些 现在感觉尤为明显 坐拥后宫三千的皇帝们 面对喜欢的人和不喜欢的人那对比真是惨烈了 首先上场的是甄嬛传时尚达人雍正 作为近年来最经典的宫斗剧之一 这部剧简直百看不厌啊 这里面不受皇帝待见的妃子就有其妃 感觉他是把一手好牌打烂的典型 作为长子的额娘被皇帝嫌弃成这个样子 说她不会叫孩子嫌她的衣服不好看 然而再看同样都是粉色系的衣服 没装备了妇宠特意出现在皇帝面前时 说啥来你甚少穿的这两胶嫩 是好看这新篇的对新头号甄嬛更是没得说 喜欢的时候是真喜欢的 夸起来词都一套一套的 还亲手给她画焦礼妆 老子是这样 儿子更是青出于蓝 从小时候的神剧还珠格格开始 乾隆就生动的表现了什么叫偏心 跟皇后除了硬邦邦的就是凶巴巴的 现在知道了那个皇后 就是不得善终的季后感觉好心疼啊 战斗力负质 相反 同样的话 看人家另非那委屈 巴巴的小模样 真的好心机啊 战斗力满分 当然最终的结果就是完全相反的了 再看最近大热的延喜攻略 宁远世演的乾隆 也是表达得很清楚了 贤飞的心意冷冰冰的一句 不必费心了 好不高兴的说 同样是战斗力满分的 令飞英勒送来的贸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